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回来了 吃饭 你唱过的爱 我明天得去当年 我知道 完成这个项目 我们马上就回国 好 那是火神神 从心头里割下的我 一块肉像一个增瓶 总而是他死亡 注意休息 哦 你锐利 我这心风鲜雨 洋洋洒洒 当个携手 就让我紧真正一起 撑转河 让我为你写一本 恐怖小说 谁可以 谁可怜 谁无关心 我已经开心结果 就让我来代替你写写 去哪儿 好不行 多点事儿 你昨天晚上睡在他床上 哦 越写流 越受酸 心越空 柔越痛 陷闹万挂 感情才是有 不要还给我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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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情处理得怎么样 你放心吧 好好好 交代报案 在护城河边发现一具尸体 经过对比确认 是前几天失踪的龙城大学心理学教程很开心 我的故事 那是火深深的心疼 你打的我 一块肉伤的刺激 总来都不加之所 死者的通话记录显示 他死前的最后一通电话 是井然打过来的 死者的致命伤势枪伤 死后被抛尸在火城中 井然 男 32 岁 老师鳍 曾相当载 十年前出国留學 她是张远的仰 grupp 张远 张远 男 十八岁 龙城大学一年级新生 他小时候被拐卖到了马戏团 知道马戏团是否被毁之后 他才被算到了福利院 都尊重闻过的感情才是有 你在我身边 真好 这些案子跟你有关系吗 没有 我一直在意大利 马戏团团长死后 他的一大笔财产不翼而飞 和财产一同消失的 还有马戏团的一名小丑 我懂得了 我想要你 手心揉得见了 早已没有用了 应该失去灵魂的空壳 换不复杂到两个人 再去琢磨都太多了 再弄烈的故事都算太俗气了 知道哪里能要求好 你还能要知道 你能看多要死要活 爱也要死要活 我从别人那听到了一个故事 讲给你听听 故事的主角 也是马戏团的杂技小丑 一切都结束了 我们回家吧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就让我竟然跟着你一起承转啊 让我为你写一本恐怖小说 谁可以谁可怜 谁无辜谁都过 我已经看到最后结果 就让我来带起你车身 最后开骨铭心 像一本心爱小说 越血流越说 酸心越空肉越痛 天闹万波的感情在陷阀 我要换不复杂我 我已经办好了 辛苦你了 我要换不复杂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